小 const явi 既然 移過去速錄就已經死光了 那死光就要把它丟掉嘛 放在那邊難看了 那第二個 剛剛工人士有曾經提到 環境部份也有鑽進走 鑽進 아들이 那個園區內的樹木的移植的話 應該是以園區為優先款 就是目前J工人就在執行的事情 那個北側綠地是一個很理想的移植場所 但是移植之前呢 應該將表土移除回田克土以後 再做一次動作 因為我不知道說 諸位有沒有到現場曾經去看過一下 好好的看 但是我只看了10公尺 第一個 它地表是軍列的 它本身就是米的 第二個 大概走過去大概5米左右 地面上跑出兩根鋼筋 我原本還以為說 我們新一區有那麼大字蟑螂啊 既然那裡有鋼筋 還留存的 代表什麼 代表 原有的建築物的地基還在那邊 可以吧 明天就看 那也就是我 我之前跟那個 跟課長 也曾經提過一件事情 改土 改土質的部分 我只請教一件事情 錶土 錶土下去挖多 挖多深 換了多少土 一件事情就結束了 那換句話說 原本的土 並沒有移除 所以才有後面的山丘 不然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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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山丘 現在目前在整坪的 已經移除了 是原有應該移除 而沒有移除的 可以這麼說吧 好 錶土 到目前已經整坪了 但是錶土以下 所以我 課長那時候我不用 誒 我記得課長講過嗎 整土不用問什麼 我只請教你 你錶土下面換了幾公尺 目前是叫整坪 所以各位到現場去看 各位到現場去看 那因為我比較懶嘛 我是走了五公尺 你告訴我 你的捷運方程處那邊的 順利會移過來 你還 那只好種下去 哭死了以後 再拔掉就好了嘛 有沒有椅子 有 有沒有活 沒有活 好不好 這是目前可以看到的 因為 它可能衝活 衝活力並沒有那麼高的原因 當然啦 你說呢 那個 氣候問題 什麼都OK 好了 那第四個就是說 九十六項部分 剛剛才看到這個圖 你九十六項後面 因為基本上 我們那時候 原本流的綠地 用於什麼 你現在 至少平面圖上 是平的 代表說你看 你開花是不是開花到那邊 依照圖面來講的話 是不是 至少開花 開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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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花剩餘的綠地 沒有開花的部分 這樣十公尺 對 差不多 依照圖面來說嘛 那換句話說 你二十公尺是 是不是 是不是本身 就有開花的部分 那你告訴我 開花本身 除了地下室以為 你原本還能做什麼 不懂 做警官嗎 還是 因為 你原本要做那邊停車場 那我直接回覆了 羅科長一件事情 原本我是跟李明講究說 將來蓋就是 就是依照那個圍牆 那個圍牆好 你就算連續率45公分 連續率的外圍 就很簡單嘛 就依照那個 96項那個圍牆 連續率的外圍 不是96項那麼漂亮 那麼漂亮的 那麼漂亮 你可以一個警官 你不知道要不要 你 這很簡單 就退幾公分而已 還不退幾公尺 假設說一個連續率 假設說是印尼的話 你退了這樣幾公分而已 就以連續率外圍 換句話說就沒有 就沒有那個 那個 喔對不對 羅純了嘛 羅純你談個問題啊 那這樣一個小小改變 啊你們也做不到 啊告訴我們 好啦 總規矩話 九十六項的新稻術 希望能夠保留 因為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找到說 不保留的理由 好不好 拜託 好 好 那總會 接下來請 請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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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